近載運通 好 各位投資朋友 大家午安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台股直播室 台北股市這兩天 它是過了11270 也就是說 你台北股市創了29年以來的新高 當你看到台北股市創29年的新高 這也代表著說 老實說台北股市真的漲一大段 真的是漲一大段 有的時候你在等多頭的 他說沒有 為什麼這一波你會沒做到 我覺得真的滿可惜的 好 台北股市既然都已經創了 29年以來的新高 今天有點震盪 現在跌46點 我問你 創29年新高 今天跌46點 會很過分嗎 還好啦 都創29年新高 你難道說112它一直漲嗎 它稍微震盪一下 那都是合理的 所以台北股市今天有點震盪 早盤的時候 開平盤附近之後又走低 最低跌62點 現在跌45點 慢慢的下影線又流出來 好 但是台北股市 它在漲的過程裡面 很多人每天都在懷疑 到底這個盤會不會建高點 有沒有 每天都認為這盤不會漲 然後每天都認為這裡是高點 這裡是高點 結果台北股市 它創29年來的新高 當然在盤漲的時候你都懷疑 盤跌呢 跌個40幾點呢 你會認為高點到了 今天空方又要開始要講 你看不要亂追 所以同樣我要跟你講 這個盤沒有結束 為什麼沒有結束 最近這幾天我跟各位講過說 台北股市這波它會漲到哪裡 你不用去預設立場 因為你也不知道 因為都已經創29年的新高了 也代表說那個壓力沒有那麼重了 但是台北股在上漲的過程裡面 它到底什麼時候是高點 這地方你必須要從什麼 成交量來研判 有沒有 你來仔細看 台股今天目前是1170億 預估到收盤 大概差不多快接近1400左右了 我跟大家講過 台股在上漲的過程裡面 尤其在創新高的過程裡面 最怕什麼 爆大量 當你爆出大量代表說 有人在高檔調節 所以最怕它爆大量 今天的量它沒有爆大量 但是它有稍微多一點點 沒有爆大量 稍微多一點點 那這代表什麼 人家稍微有人要再做獲利的動作 你不要說自己賺不多 別人不能獲利吧 別人搞不好賺很多 像我們今天會員 我們最近會員都在逢靠獲利 所以今天稍微有一點點獲利的動作 但是台股多頭沒有變 為什麼沒有變 你去看 這是台灣50 台北股是為什麼這一波 能夠創29年來的新高 這一波都是台灣50帶出來的 那你說台北股市多方要結束 那我問各位 外資買那麼多 你去看台灣50 今天台灣50 目前成交量是2000多張 你去看這裡 台灣50沒有大跌 現在成交量是2200多張 昨天3200 現在預估將近不到3000 最多3000好了 他說沒有 台灣50有沒有爆量 來 把那個字拿掉 有沒有爆量 沒有 台灣50沒爆量 台灣50沒有爆量的原因在哪裡 因為這個盤 原本在這段期間裡面 他就不急著攻 因為下個禮拜才是摩台結算 所以當你台灣50量縮的時候 讓盤勢稍微這地方 就給他走震盪又合法 反正也沒有爆量 然後再加上你台灣50是量急縮 所以下個禮拜的摩台結算 台股還有機會拉 甚至於在這一段 台北股是這一段 他這地方稍微給你走區間 還有一個目的在 他繼續養空 好不好 他繼續養空 為什麼 你仔細看 你看最近的外資 10月份這一段買了700多億 如果你把整個9月份 這樣子加加起來的話 這買翻天 8月份賣招的全部買回來 不只買回來 還多買 你現在沒有爆量 你叫這些外資怎麼出 沒得出 對不對 好 那你仔細看 如果你從空單的角度來看 空單在這一段的時候 已經被大家空了 結果後來現在不死心 又繼續再空回來 認為高點到了 好 各位 前一波的融券高點在哪裡 81.5萬張 到昨天80.8萬張 這代表什麼 再1萬張 又再創新高 所以反而這一段 震盪的盤局裡面 台股沒有爆量 你台灣50次量級說 以時間點來看 你摩台 這一波台北股市 後面前子股要再動 所以這幾天這樣空單再增加 後面還是繼續走軋空 OK 好 盤解完了 所以有的時候 稍微從籌碼的角度裡面去 看這個盤 你會比較清楚 就如同什麼 你一定還記得 為什麼你低檔沒有買到 空樓老師每天告訴你川普怎麼樣 習近平怎麼樣 講到現在為止不知道怎麼講 為什麼 已經軋空了1000多點 對不對 所以我說 你一路看空以來 會員全部死光光 現在空頭唯一能夠說的就是 你看那個漲多的股票 你看那些股票不要做 現在也只能這樣子數落 但是我可以跟你說 這個盤不是不能做 是你要怎麼做 好不好 什麼叫做怎麼做 我最近一直跟他講 我們低檔買進的股票 拉高我們都做獲利 我覺得是低檔有買 我拉高有賣 但是我做獲利的動作 是因為我要再去買 後面才剛要動的股票 所以我跟他說 掌握輪動對不對 什麼叫輪動 空頭會數落你 什麼叫輪動 掌上來你再追 可是沒有 如果你是觀念是這樣的話 枉費當老師那麼久 根本不懂股票 什麼叫輪動 我一直跟你強調 不是說他動起來 那叫做輪動 那叫做追高 是還沒有動的時候 我們能不能提早先知道 這就是我要給你的觀念 什麼叫做輪動 還沒動我先買對不對 好 用講得比較快 我做給你看 到底台北股市 來到這個時間點的時候 指數創了29年的新高 創新高今天好不容易 有一些些的震盪 到底這個盤 還有股票會往上漲嗎 你要怎麼樣才不去追高 你仔細看 我說過 這個LINE可以幫得到你 這個LINE可以幫得到你 你不用花任何一毛錢 而且我跟你說 這叫做實戰教學的LINE 為什麼 因為我告訴你未來 甚至於個股怎麼做 好 我們仔細看 你看今天10月23 上個禮拜 10月中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跟他預告 你看 下一檔投信甩教完成 即將要攻擊的股票 為什麼我沒把重信放在投信呢 我是不是有跟大家講過 當整個外資把指數拉起來之後 一路創新高了 那你現在自營商持股不足 你投信持股不足怎麼辦 它的積極績效是要跟大盤指數比 那你現在唯有打敗大盤 什麼叫打敗大盤 就是要拉特定的個股 那叫做投信仰銷鬼 對吧 這都是一路跟你講的東西 好 所以我就說你說 下一檔你去抓投信的股票 投信甩教完成即將攻擊股 我說請你把握投信二次攻擊前 最佳進場低階的機會 你看這是盤中時間 我們沒有盤後馬後炮 圖形是不是秀在這裡 你會發現到 我跟你講的股票 還沒有完全攻起來 然後這個地方是不是投信哪一堆 所以我跟你說投信二次攻擊股 對不對 好 各位你仔細看 這檔個股我們公開了 當初我跟你講哪一檔 6153加聯益 對吧 同志總 我再重申一遍 這個盤不是不能做 你怕追高的你就不要追 但是你要有一個概念就是 我怎麼去掌握這個盤 他後面要動的股票 這才是關鍵 你每一次把你的成本去壓低 就像這樣子 有低點你就先買 對不對 而且我跟你說 投信也賣不掉 他也沒有在賣 所以他後面還會再拉一波 所以我跟你講後面還會再動 所以你跟著做有追高嗎 你仔細來看 你看10月15號 開始動了 突破三角形 然後你看10月17號 是不是一根紅棒起來 那時候我就跟你講 投信二次攻擊股 開始啟動攻勢了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突破盤整局了 你整理已經尾聲了 他已經上來了 講完之後有錯嗎 你看21號 他已經創近期新高了 對不對 好 各位你仔細看 你跟我做 我怎麼只讓你賺一點點呢 你看昨天 昨天只差一檔就要再創新高 所以當時我怎麼跟你講 你看 我10月14號的那時候跟你講過 那時候我把6153加01 我說6153加01 我們在高檔有獲利調節一半 今天在36.45附近買回來 所以有低點我先買 對不對 那買回來之後呢 快創新高了 後來會不會再漲 你再仔細來看 劍標翻天了 是不是上來了 創新高 當你低檔跟我買 到今天再創新高 投票你想想看 這一段多少 兩成 你注意看 指數最近出現漲漲跌跌 漲漲跌跌 好不容易創29年來的新高 當然創新高今天有點震盪 很多人會擔心你會不會追高 那我一直跟你強調 如果你抓不到股票的 這個LINE可以幫得到你 為什麼 因為我在幫你掌握後面的輪動 到底什麼樣的個股有機會 所以低檔叫你買 這一段格局起來 是不是二十兩成了 對吧 好 那各位 你來仔細看 今天空方會跟你講 你看 什麼叫輪動 人家跟你講輪動 你看現在變成這樣 怎麼笑鬼了 我早在這裡買了 而且今天拉高的時候 你仔細看 我就跟他講 低買高賣 今天9點11分 6153加聯益 我們在42塊附近 我說市價 你先獲利開始調節 早盤的時候這裡調節 調節完還在拉 所以你是我會員的 你都逢高賣 對不對 你是不是逢高賣 所以今天要讓你看到這個樣子 又怎麼樣 而且今天不是說只讓你賺 這個兩成 都要你再仔細來看 我說我的LINE能夠幫得到你 是因為 我都在幫你掌握 未來他要動什麼股票 就如同什麼 9月12號 台股是不是在9月份開始就要動了 那個時間年我跟你說 下週要留意一個現象 又是投信養小鬼 因為指數要動 投信持股不足 所以那時候我跟你講 本週會員正在佈局 下週投信會拉台的股票 你看盤中時間 圖形在這裡 其實很清楚嘛 投信養小鬼 下週狗走攻擊嘛 那這檔個股呢 不就是加聯益嗎 當初周縣大底完成 外資 不是 投信連買四周 股價還沒有過 所以你會發現到 你怎麼樣利用你的一套資金 你能夠賺更多 你不要想說老師我資金小 我賺不了多少錢 沒有這回事 是你有沒有跟對老師的問題 什麼意思 你注意看嘛 當初在低檔 我叫你買好買滿 為什麼買好買滿 我問你 有低點你不買 你什麼時候要買 真的啦 有低點你不買 你什麼時候要買 你跟著我買好買滿 當初在33塊到33.45 這個位置都是我會員買 就是買就是買 買完之後你看 1 2 3 4 5 5天的時間23% 你上面都沒有讓你去追過 全部在這裡買好買滿 對不對 結果是不是上來了 對吧 好 各位同樣的我告訴你 股票的操作不是叫你拚命買 拚命追 你買了要懂得賣 所以這要怎麼賣 大家都想低買高賣 問題是你低檔不買 你高點怎麼賣 那你跟我說就是低檔買 買完之後9月26號 我們在39塊附近 我就開始先調節 對不對 好所以是不是低檔有買 我拉高有賣 沒錯吧 好當你低檔有買 拉高有賣 再回頭來看 再低檔有買 結果到今天再創新高 又是兩成 那我剛才讓你看到了 早盤我們在42塊以上這附近 我就先調節 你看今天調節的漂不漂亮 空方一定會說 你看那什麼叫輪動 叫你去追高叫輪動 搞清楚這裡叫你賣 拉高叫你賣 你一筆資金 你跟著我操作 這邊兩成 這邊又兩成 結果你的獲利四成 這就是我的做法 我說我不知道我的做法 是不是你要的 但是我要跟你講的是 台北股市好不容易 已經要創了29年來的新高 很多人都在等多頭 那這樣的盤你告訴我 從10、180漲到112、81 你台北股市漲了1000多點 你覺得每天叫你空 每天叫你空 每天叫你空 空到現在為止的人 還值得你信任嗎 那叫專業嗎 我不知道啦 我只覺得有的時候你沒賺錢 應該是你自己心裡的問題 為什麼 低檔一路以來叫你買的股票 一路在創新高 低檔有買拉高有賣你不做 你拼命要去聽那個拼命 天天叫你放空的老師 你說你要怎麼賺 我也覺得很奇怪 隊長我也沒答案 你也覺得你自己不覺得很好笑嗎 10個裡面8個在等多頭 好不容易這個盤不是漲了幾百點而已 它已經漲上千點了 我認為這盤還要上去 有代表說台北股是現在這個多頭 它給你的是一個滿漢全息 它不是給你吃自助餐 可是你想想看 這一千多點的行情裡面 結果你可能夾快東坡肉吃吃 你就覺得說我滿意了 要不然你賺那一點點吃個泡麵 你也覺得說我吃飽了 他說沒有 行情這麼大 結果你都沒賺到 但是你今天跟著我操作 我說資金小也不是問題 為什麼 光是一檔股票 你會發現到 兩次的操作 你就有四成的獲利 像這樣的股票 不是只有一檔 好不好 至於後面的盤 還有什麼樣的輪鬥 這東西我們待會再來做解說了 我是覺得很多時候的行情 大家看的盤都一樣 你看到台積電的價位 跟我看到的一樣 你看到的股票 跟我看到的股票是一樣 問題是為什麼我們的會員賺得到 為什麼你賺不到 我就一直說 那個障礙在你自己心裡 你不把那個新謀拿掉 我沒辦法幫你 今天你看我的賴都能夠賺得到錢 你跟著做 我一定要讓你賺更多 因為這樣的盤 後面還有一個族群要動 後面還有一個族群要動 近期我們把一些 漲多的股票我們獲利之後 我們現在正在去掌握 下一個要上攻的族群 好不好 方向在哪裡 等一下我們來說 但是你要趕快跟上腳步 今天133賺到封關 133賺到封關 這個優惠就到這個禮拜截止 幫你掌握輪動 我要讓你賺得快又賺得多 把你還沒有賺夠的 我要幫你把它賺回來 好不好 133賺到封關 廣告之後打電話進來 運達重複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補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那個速播 028773 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028773 8859 運達重複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補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那個速播 028773 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 8859 運達重複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補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那個速播 028773 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 8859 旗艦公司這實際上 旗艦公司這實際上 本客院在今次推動 好 換回到現場 台北股這兩天 創了29年來的新高 創新高之後我們會發現到 今天的指數就開始有點震盪了 目前還沒收盤 不過跌了大概五六十點左右 其實漲了千點多了 創29年的新高 今天稍微給它震盪一下 應該不為過 但是我剛好跟各位講 現在的盤到現在為止 它多方沒有結束 原因在哪裡 因為今天指數跌下來的時候 它並沒有爆量 如果依照我過去的歷史來看 整個盤市在上漲的過程裡面 真的多放下去做獲利的動作的話 你會看到有一天 這個盤市一開高的時候 大家拼命賣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賺錢了 我也不計價了 所以我趕快賣 所以那會造成爆大量的狀況 可是今天沒有爆大量 量是有多一點點 代表說有人稍微要調一下 合理 但是你台灣50是量極縮 同時沒有 下個禮拜磨台結算 如果盤就要結束的話 你台灣50今天不會量極縮 那代表著說 你全職的個股下禮拜還是要動 還是要動 所以我剛好跟各位講 這個盤給它震盪的目的在哪裡 它還在養空單 空單不到一萬多張 它又要再創新高了 所以適當的養空 有利於下個禮拜再走軋空 所以是有機會的 可問題是機會在哪裡 這就是關鍵了 因為漲了一大段 大家都想趴追高 其實你會趴追高這個動作 其實也代表說你之前都沒有買 就像你之前都沒有買 那如果說你今天跟著做 你現在都沒有這個疑慮 為什麼 因為這一波 我們是第一買 搞買 我的操作 到現在為止你會發現到 你仔細看 當初九月份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佈局被動元件 像可乘也是 對不對 你看 你看華興科 第一檔有買 我拉高 我說191附近我們賣 對不對 到現在為止你看 是不是漲多就在走震盪了 但是我不認為走震盪是 是走空喔 漲多會震盪一下 整理一下是合理的 但問題是你低檔不買 你高檔怎麼賣 所以你看是不是賺一段 那你再仔細看 可乘也是一樣啊 這個位置叫你買嘛 拉高叫你賣嘛 到現在是不是走震盪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股票 都是我會員的操作 你現在看到的股票 我都叫會員逢高賣 華興科 可乘 當初大義 參加檢資之後四張變三張 結果賺了53% 加聯益 我最近第二次操作有沒有 結果你看前面賺了23% 現在看賺了26% 現在你看到的都是會員的操作 現在你看到的都逢高獲利桌有沒有 10月份第一波的輪動 中美金17%逢高也獲利賣嘛 核生堂兩成逢高也獲利賣嘛 核金近期讓你看到什麼你看喔 近期都還在創新高啊 你低檔有買你拉高稍微調一下有什麼關係 所以到現在為止你還在繼續賺 對不對 好 再來 10月份第二波的攻擊股 TPK也讓你看到創新高嗎 賺12% 你說老子賺比較少 沒有 前面已經賺兩成了 好不好 前面賺兩成了 台聖課這一波的走勢裡面 你仔細看 低檔區域買進 創新高之後 我們將近在122附近賣掉 所以我低檔有買 拉高有賣 好不好 加聯益你再仔細來看嘛 剛剛就跟你說過了 前面賺兩成嘛 然後10月中的時候跟你講 他還在攻一段 結果今天再創新高 創新高之後咧 我今天是不是有跟你說過了 42塊以上附近 我這邊地方我就市價先調一下嘛 所以今天空方一定會說 你看 你追看看 你追看看 根本不用追好不好 我10月中就買了好不好 所以今天拉高的時候 我們就是不是逢高獲利 做一個動作 所以這樣的操作 你會很簡單 你從來沒有去做追高的疑慮 所以現在你所看到的 都是我們會員的操作 全部都有逢高賣 現在你看到的 都是我們會員的操作 全部都有逢高賣 現在你看到的獲利 全部都是會員的操作 全部都有逢高賣 你會說老師你逢高賣是不是要看空 沒有啊 排他要漲啊 逢高賣的目的在哪裡 再去掌握低檔的個股 什麼叫做低檔的個股 來 我們仔細來看 兩年前吧 我不要去講這個族群是哪一個族群 好 你看現在的盤燒 你看現在已經又流出來了 對不對 好 今天沒有爆量了 他現在在養空了 到底這個盤 他要怎麼樣去造成整個市場上 放空的也好 做多的也好 到最後全部受不了了 這樣擱空嘛 擱空手割擱空單嘛 我建議你啦 你去看過去那兩年之前 排北股是衝高的那一段 他到底後面的那個 後面的那隻看不見的手 他在拉什麼股票 我留點功課給你嘛 不要老是一次都要等答案 其實答案已經告訴你 你自己去看了 現在我們的會員的操作 就去掌握下一波的輪動 因為下一波的輪動 近期的法人 也是在買這樣的個股 這跟兩年前台股在衝高 要讓整個市場瘋狂進場去買 達到什麼 外資可以逢高賣的目的 那個族群在哪裡 這就是我們近期 新會員或者是逢高賣出的股票 後面去抓的輪動 好不好 很簡單 但問題是你永遠看不懂的話 只好每次都去追啦 那你跟著我不用追 133賺到封關 133賺到封關 這個禮拜截止 這個禮拜截止 想賺錢的廣告之後 打電話進來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拜拜 - 本投股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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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人 運通財經台 為投資人打造全新的 台股直播室 超強民視陣容 直播現場急問急答 盤中及時為您解答 4月起 明天早上9點開始 正清鎖定運通財經台 台股直播室 運達投股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忘不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立刻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運達投股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忘不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立刻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運達投股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忘不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